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也是要继续请教一下丽将军 就是说传出一个消息 包含了这个是来自于 美国前驻南泰岛国的大使的 这个塞拉 他在联邦众议院证实说 台湾的军队在密西根州受训 而且呢这件事情就是 美国加强协助台湾抵御中国大陆 可能入侵的一环 好国防部长顾立雄 他也曾经有说 其实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很多只能做不能说 但是呢国军跟美军的协训 已经是公开秘密 去年呢还有迎击的部队到美国去了 但是官方始终都是低调一对 这是国防安全研究所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 他认为说 其实在密西根州这个地方 来进行台美之间的交流 军事交流合作 这个地方呢所代表的意义有很大 包含了是北方打击演习 因为呢是美军演验证跨领域作战的年度演习 当然除了国民兵还有现役部队之外 部分的科目也会邀请盟国部队来做参与 我跟你讲啊 这种事情就是去付保付费了 你去那边上课当然要付人家钱嘛 那你要看训练什么内容 对不对如果说今天是飞行员的训练 或者是军舰的操作 那种弥买美国的这种高阶的装备 那你人员去那边训练 训练啊这是以前就有的事情 我们飞行员大概接装训练都是到美国 还有军舰 诺克斯吉的军舰也都是到美国去接舰的训练 这一辆是有 可是你陆军有什么要到那边去训练呢 我会有一句话 你知道打仗要怎么样 兵要在哪里训你知道 仗在哪里打 这个兵就要在哪里训 仗在我们台湾打 你到美国去训什么 一定要结合 训练来讲是结合作战嘛 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地形 我们是防卫作战的形态 譬如说我们摊案决战 我们就应该依据我们的摊案 来决定我们的战术战法 然后我们用这种战技来做这个指导 来作为一个教练的一个准则 来做示范 那美国那种地形是吗 你不要以为说到美国去 美国军人就比我们强 我们看到那个绿脸帽 不是在澎湾里面 那几个照样那几个洋鬼子 照样被我们酒鬼打 对不对 你说一下他绿脸帽 加上好像很吓人 对不对 在澎湾那边还不是 被那几个酒鬼揍了一顿 所以不要把什么事情 推到这种事情 觉得好像说美国的就会念经 这个外来的和尚 经就会念得比较好 我就不相信 我跟你讲 我自己从军 这个在军旅生涯三十几年 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个美国会比我们强的 对不对 我们有我们的作战方式 还有我们的训练 一定是结合我们地形 比如说 今天领口台地长什么样子 那我这个兵在这边打仗 我就在这边训练 我就要训练他怎么样去 如果防御作战 我就训练他怎么样去挖公式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这个初级作战 反级作战来讲的话 从哪个路线跑出来 你就叫他从那边跑个几遍 他那边没草没木 到什么地方要卧草 什么地方要起立 要攻击 你说有什么好训练 陆军到美国去训练什么 他们是美国如果说沙漠 我们又不是沙漠地形 你去那边训练什么东西 你说打吧 除非说是我们台湾 现在可能有一种状况 那也是国防部自己要检讨 如果说我们真的 连个训练场地都没有 要到美国去借用人家训练场地 我觉得那也是 我们台湾自己的悲哀 你花那么多钱去买潜舰 买飞机 结果连个靶场都没有 让那些阿兵哥 对不对 新训的阿兵哥 只能到沙滩上面去打靶 然后打了半天 还发生什么事情 枪卡弹 那当然卡弹嘛 子弹跑进 那个沙子进枪堂里面 就一定会卡弹嘛 然后我们自己训练什么样 训练这两天听到的新闻 是什么 是营长自己手枪走火 然后把自己脚打穿了 说是故障排除 我跟你讲 那营长根本就不懂手枪 手枪总共有四道保险 他可能其中一道没有开 就以为子弹已经打出去 激发不了 他以为是故障 就把枪插进枪道里面的时候 激发 砰一个打出去 所以我觉得好像这种训练 我们自己最扎实的 要从这个战具开始做起 你战具是什么样的战具 然后我们战具一定是 跟我们战技相结合 我们战斗的技能 对不对 然后再来战技一定是 跟战术相结合 因为我们自己要在什么地方 打什么仗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训练 我们什么样的兵 假如说 比如说 我们认为说 我们在滩岸决战的时候 举例 我们滩岸决战 我们的射程 我们希望在敌人 在上岸期间 前200公尺 射水期间 我们就将敌人击灭 那我就训练 训练涉及200公尺的距离 来做训练 如果敌人上岸 我的战书就是要跟敌人 这个拼射刀 那我们就应该要练 赤箱术嘛 那你不是到美国去学这东西 我不觉得 我觉得这种事情 把整个营派过去那里 其实只有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 我们台湾自己没有训练场地 那也要你丢脸 第二个是去付保付费 交学费 那你交学费 你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其实如果说 就像我们到美国去留学 当我说学到怎么样 去学习做晶片 学习到这个太空科技 那就很值得 如果我到美国去 只是学一个车船技术 怎么去车一颗螺丝 你有这个必要吗 我觉得这次去 大概就是学怎么样 跟学怎么样车螺丝 怎么样修机车 大概这种技能差不多 首先先回到前面 就是那个所谓的 美军训练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美军 台湾的军人到美国 或者美国的军人 在台湾训练 长久以来都不是秘密 那只不过呢 也要看一下这个美军的训练 到底能够有哪一些的成效 但是很不幸的 稍微查了一下过去的资料 比如说美军前过往以来 就是投入最大批的训练 可以最多的金钱支持的 是训练谁呢 就是训练阿富汗的军人 结果呢 就被塔利班给干掉了 再不然呢 也有训练伊拉克的军人 然后呢 就是也被干掉了 所以你说台湾的军人 给美国受训 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再一个呢 也要谴责跟消遣一下 中国大陆 因为呢 这个讯息相关出来的时候 在2021年 美国的 就已经有报道了 当时中国大陆外交部讲说 必要采取一切措施 结果到现在来看 好像没有任何的措施 阻止台美之间的 军事交流跟训练了 所以呢这个难怪民进党 越来越多人都觉得 大陆是纸老虎 那么回过头来看到 死刑的这个事情 那因为呢 他是国三生 未满18岁 所以呢在现况底下 其实呢 跟这个死刑的存废与否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联 因为本来呢 他在必要的时候 他就可以是经由 所谓的少年法院 他走的跟一般的 已经满18岁的 这个已经具有行为责任的 走的是不一样的程序 他是用少年事件 刑案的一个侦办程序 那在整个的死刑 宪法法庭最新的解释过程呢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杀人犯 你怎么样才可以躲避死刑 因为我前两天才刚好 做了这支影片 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简而言之 当然我们只是凸显 司法的荒谬 不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当一个杀人犯 很简单 就是首先呢 这个你杀人的时候 因为大法官说 你不要有直接故意 所以如果你是拿刀 直接捅他 这个叫做直接故意杀人 有机会被判死刑 但如果你是放火 或者你是在他 经过的路上放炸弹 然后再讲说 我没有特定要杀谁 这个就不叫直接故意 这个叫做间接故意 或者你要杀一个人之前 你先喝酒 然后再开车撞死他 这基本上呢 这叫做酒驾致死 在台湾刑法只规定 判三年到十年 然后过往所有的判例 基本上呢 都不会判超过五年 所以你杀人啊 这个要杀之前 如果变成杀的方式 变成酒驾 反而会判得比较轻 你说多荒谬 那再来呢 就是如果呢 你要杀人的时候 你杀完人了 结果呢 这个警察要把你给抓走了 来做笔录 做笔录的时候呢 你不请律师 恭喜 免死就已经成功了 因为大法官说 从逮捕的那一刹那 到三省的中省定验 都要有律师 都要有辩护人 那罪犯何必请律师呢 他不请律师 他就可以不要判死刑了 那干嘛要请律师 大法官等于就是 他最好的辩护人 那再来一个是什么 很简单就是要装病 对吧 就是装有精神病患 所以你先拿到精神病患 然后再杀人 大法官一定就 法官呢 一定就会判你无罪 那如果杀人前 忘记装病 怎么办 没关系 因为根据大法官的才识 在审判过程当中有病 也是可以 免死的 所以审判过程 如果法官问说 这个你有没有杀人啊 你就装病啊 就回答我杀杀杀 我杀武镜 大师兄 那个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有病对吧 免死 那如果你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这个也忘记装病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就是到这枪决之前啊 你装病 一样可以免死 对吧 到时候预警的送你最后一餐 让你赶快去吃 你说我吃吃吃 我痴呆症 这个行 枪决之前 一样哦 到时候就会有所谓的人权团体 帮你紧急上诉 然后一样就会判免死 而且最夸张的 就是这所谓的 要以情节最严重 所以过去以来呢 就政节杀了四个人 被判死刑 那现在是不是 只要有新的杀人犯 他就只要杀三个人 不超过四个 那法官就觉得 这个不叫做情节最严重 或者呢 你就到了法庭当中 你就开始忏悔 啊 在那痛哭啊 我这个超佛经啊 我忏悔啊 我超圣经啊 我超蔡英文的四个坚持啊 那可能就会有法官啊 觉得这个有教化之可能 就再度免死 而且三审啊 至少是十一个法官 十一个法官当中 一个判不用死 那就不用死了 所以一审的判决相当重要 因为如果一审的三个法官当中 有两个判死 一个不判死 二审跟三审的法官 都不会再判死了 因为判死也没用啊 判死也不会执行啊 因为一审的已经不会执行了 那么当然了 现在一些不论是绿的也好啦 或者讲说 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是怎么办 就是到底接下修法 还应该要怎么去修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 就是要再去加强一些 其他的刑度 什么意思 因为总会有人 或者讲说这个法界人士 他们自以为正义 会说 如果你杀一个人判死刑 杀两个人也判死刑 那可能有人杀了一个人之后 他就想要多杀 对不对 就是你就会变成 叫做重罪跟轻罪 都变成只能够用死刑来惩罚 所以这一些废死团体 他们认为啊 就是只有杀最多人 最严重的 那个才能够死刑 其他的呢 那个都要变得比较轻的行动 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应该什么 就是你只要是犯有这个杀意的 你有故意的 你是有这个杀心的 都除死刑 如果都除死刑 那你怎么去分辨 杀一个人的 杀两个人 杀三个人的 或者什么杀直系血亲的呢 很简单 我们就加入其他的行动 比如说我们就把 有期徒刑给加进去啊 比如说我们就把 边刑加进去啊 对不对 你杀一个人死刑 你杀两个人 关五年再执行死刑 你杀三个人 关十年再执行死刑 这样的区别度 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不是就能够达到 重罪重罚 跟轻罪轻罚的原则 而且呢 就是该死的还是要死 那或者呢 就加什么 加边刑啊 同样呢 就是如果你杀一个人 或者你如果你是 性侵杀人的话 先打你屁股 再处死刑 哪有这么简单 就是给你死刑就枪决 你还爽了 对不对 先打你屁股 再处死 那如果你是性侵杀 很多人的 那就多打你几下屁股 再多关你几年 然后再处死 不过这当然只是我个人 一家之言 只不过是说 对于这一些所谓的 这个人权团体也好啦 或者这什么的 废死团体也好啦 当然在我看来呢 当然就是十分的虚位 以及十分的双标 实际上恶魔的帮凶 他就是恶魔 好